近期, 神突然向我们揭示了一条关于生日的经人算式 透过这条算式, 不断提醒我们 认知2019年和启示62章小孩子生日的信息 神借着901加419加1455加2019等于4794 就是要我们石安教会同心释放最大的信心 相信2019年将会是小孩子诞生的一年 是生命赞放和铲烂妇人分离的一年 然而, 当小孩子诞生以及生日的时候 在同一日, 神就赐与小孩子铁像核馆曼国的权柄 成为他出生的生日礼物 并且亦在同一日被提到神保座那里去 启示62章5节, 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 是将来要用铁像核馆曼国的 他的孩子被提到神保座那里去了 在今年2019年, 神不断强调生日是共同信息 只是, 大家有没有想到 在一个生日会里面 谁有权吹息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呢? 答案当然就是所谓的寿星仔 就是生日的主角 唯有生日的这一位 才有权吹息这些蜡烛, 是不是? 这样, 寿星仔是用什么来吹蜡烛呢? 没错, 就是风 亦正正就是入园牧师的名字WIN 成为吹息生日蛋糕的工具 这个正是天父给予小孩子铁像拳病的生日礼物 所以, 大家就能明白 为什么在入园牧师57岁生日之后 世界各地持续不断出现众多毁灭性风灾 干汗的暴风 助长多地频频出现世纪性森林大火 极端冬季暴风 引发破纪录寒冷急凍天气 以及盛载极多雨水的台风 神透过地上的四风 成为2019年镜像世界另一面 以铁像审判传地的工具 就是以入园牧师的名字WIN 来吹息这个生日蛋糕 为人类历史拉起世界末日的结幕 然而, 自从入园牧师信主 以及留学加拿大期间 神不断感动叶华牧师每晚 还读读诗篇第一篇《灾在溪水旁》 要好似一伙树灾在溪水旁 甚至, 正因这个缘故 随着《石安日报》设立之后 叶华牧师每日灵羞分享节目 就取名为《灾在溪水旁》 在我们的信仰上 就好似一伙树灾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敷干 但是, 或者大家有所不知 在中国所说的五行里面 金、木、水、火、土 其实, 木是代表什么呢? 在五行元素之中 究竟木是代表什么呢? 原来,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 将五行元素对比五器的时候 木正是对应《风》 没错, 原来《风》就是等于木 在日华牧师刚刚信主的时候 神感动日华牧师取名《Leaves》 就是901 即是单独离开或者是《叶子》的意思 然而, 当日华牧师回港建立石安教会的时候 神却感动日华牧师改名为《Wind》 就是《风》的意思 而按着五行元素之中 《风》正是木或者是树的意思 于是, 日华牧师的名字 就由原本《叶子》 变成《风》所代表的树 神级与日华牧师和石安教会的带领 实在超然 事实上 当年日华牧师从加拿大回港的时候 香港真道教会的弟兄姊妹 也觉得日华牧师名字的变化相当有趣 因为日华牧师新的名字《风》 和原本旧的名字《叶加起来》 就构成《风》一词 而《风》一词 正是日华牧师留学加拿大的国旗辉号 而且《风》字正好是由木和风两个字构成 神的带领实在是非常奇妙 事实上 《风》除了对应五行元素的木之外 在五季之中 《风》和《木》所对应的就是春 事实上 天马祖行动信息就是开始在2015年的春分 在五官里面 《风》和《木》所对应的就是木 就是眼睛 亦正正就是日华牧师初信没多久 献身侍奉的时候 神透过祖告里面的异象 让日华牧师看到希奇之眼 事实上 这个就是2018年对应 《诗篇118篇》所记载的希奇之眼 亦是自古以来 神藉着Freemason不断记载希奇之眼的共同信息 至于 在五节里面 《风》和《木》所对应的就是新年 在犹太文化里面 新年就是他们的吹角节 亦是神级与日华牧师和石安教会的定名 成为全世界的角星 提醒世人我们已经进入启示录的时代 主耶稣快要再来 各人必须全力以赴 预备进入永恒 事实上 奥角星亦是要靠风才能够吹响 从而成为景色的角星 除此之外 在五畜里面 《风》和《木》所对应的就是狗 在五虫里面 则对应轮虫 《昆虫》 《昆虫》 《爬虫》 《无毒有偶》 日华牧师建立石安教会之后 不论是1996年商养水事件之后 或者是1999年Y2K千年虫预备的时候 甚至是现时迁往新居之后 狗类 《昆虫类》 《爬虫类》 都是日华牧师一直喜欢自养的宠物和小动物 《昆虫》更是由华牧师曾经收过的生日礼物 无用置疑 踏入2019年之后 神透过这条关于生日的经人算式 就是要提醒我们 石安教会要同心相信 2019年就是小孩子生日 生命赞放 得着神次于4794专属生日礼物的时候 神经病 地门 《公主同》 根本不是外论的 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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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经病